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县警局交通队呼吁县民不要酒后开车 如果不得已喝了酒,一定要找指定驾驶 或者是叫计程车载送 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在这边呼吁我们的用路人的话 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 如果说酒车子达0.15的话机车的罚款是15000块 自小客车的话19500块 如果超过0.25的话就要用刑网185条-3的公共危险罪 来移送,就要罚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集合科或病科20万的罚款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南投县的乡亲跟用路人的话 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 要指定驾驶,带叫计程车 或是叫你的亲戚朋友来开车 这样确保我们县民跟我们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这个拜托大家 县警局交通队表示 交通队强力执行酒驾取缔任务 每月不定期执行酒驾领检 配合不分区查查巡逻 请民众配合领检措施 开车不喝酒 请勿以身释放 我们南投县对我们酒驾的执行起地的话 我们一个月会规划 八到十次的一个小型跟大型的一个林检 那再来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每个礼拜大概两次的一个 分区的一个查查形容 希望我们的一个喝酒的民众的话 一定要依规定来指定驾驶 不要开车喝酒喝酒开车的话 心存侥幸的心理 这个拜托大家一定来配偶办理 交通队表示 酒驾时如果酒精浓度达到0.15以上 将置单举发 若达0.25以上将以公共危险罪移送 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20万元以下罚金 如果酒驾置人于死 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请民众勿以身事法 得不偿失